台湾 莲花美智问的 恭敬鼎礼根本传承上师连身佛佛 盼师尊佛体安康 长久住世 弟子有以下问题 想请教师尊解惑 第一个 佛经里面讲 佛梢功德灵 当我们将慈奏念经 上供下师 听经文化和发善心等功德做回向后 当天过了段时间 因故发了脾气 那是否会因功德已经回向于师尊历代祖先父母 尽西空编滑这所有的友情众生 焉亲在主和自己以后 功德就不会被烧了 还是说回向自身的功德会被烧掉 但他人就不会 还是钱烧光光 若如此 可有补救之法 有的 以后就不要发脾气 佛经有讲 火烧功德灵 不要发火嘛 有话就好好的讲 不必生气 不必生气 因为啊 我现在目前的境界 我告诉大家 我很尊敬每一个人 不死是人 不死是人哦 一切有灵 一切的生命 包括COVID-19的病毒 我都很尊敬 我都很尊敬 包括鬼伯 旧金山的鬼伯 我都很尊敬 包括任何一个人 包括犯罪的人 我都很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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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啊 所有的寒灵 都有佛性 所以我的心境是这样子 不用生气 对待每一个人 都好 都要尊重 都要尊重 任何一个人 都有他的优点 当然也都有他的缺点 但是我们看人家的优点 学人家的优点 不要去学习人家的缺点 但是我们也尊敬 所有一切寒灵的众生 因为他们都是有作用的 所以讲 天生我财 必有用 千金善进 海富来 我们对于乞丐 一样要尊敬 我们出家人 就是高级的乞丐 统统要尊敬的 所以我欠这个莲花美智 你只要不生气 听了师尊的话 不管你持咒念经 上功下师 听经文化 发善心 功德回向 你不要再生气 回向自己 以后永远不生气 就可以了